中国悄悄在太平洋岛国发展军事基地 一看来源是印美 老规矩 看看印度媒体到底是怎么说的 报道称 希望扩大其海洋和经济地位的中国正在 向太平洋岛国示好 但该报道非常牵强的 将它与军事基地联系在一起 称此举可能具有双重目的 比如用于中国海军基地 显然 印度媒体想到的是此前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计划 在基里巴斯建军事基地 今年5月 英国媒体率先宣称 中国计划改造距离下位移1800英里处的 基里巴斯的坎顿岛上二战机场 使它成为不成的航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1月12日对所谓中国 推动基里巴斯政府 开放海洋保护区 和在坎顿岛修建战略设施的问题 做出明确回应 称中国同包括基里巴斯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 充分尊重岛国政府和人民意愿 始终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受到岛国各界广泛欢迎 当时瓦努阿图政府就公开辟谣称 瓦努阿图政府内部 从来没有人讨论过 让中国在我国境内建立任何类型的军事基地一事 我们是不结盟国家 通篇读下来 老司机没有了原本想在该报道中 寻找中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的惊喜 只有对于印度媒体默许有失造谣的失望 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只有脑洞大开的猜测 猜测和猜测 这种感觉与之前美国华尔街日报 宣称 中国在阿联酋港口秘密建造 疑似军事设施非常类似 因为美国方面的证据 仅仅是该港口工地上 曾暂时覆盖了一层防护网 对于他们的这种心态 中国有句古话是怎么形容来着